说到很多演员现在其实都并不是科班出身 都是因为某一方面特别优秀 被伯乐给相中 于是进入了娱乐圈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我们今天要举的例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位 他就是杨幂旗下的艺人高伟光 高伟光其实一开始高中毕业就暂时的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开始送快递来维持工作 后来被星探挑中 形象气质都很帅气的他成为了一名模特 后来他也是争取越来越往上走 考取了艺校成为了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艺校学生 大学毕业以后高伟光更是博得了杨幂公司的赏识 顺利签约成为了艺人 于是就有我们看到的古剑奇谈了 里面的出演也是让人们对于这个高大帅气 五官深邃的男明星眼前一亮了呢 后来高伟光还跟迪丽热巴两人共同拍戏 毕竟是同一个公司的艺人 两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曾经还一度传出过绯闻呢 之前在微博上也是经常的有互动的 现在杨幂公司也是对高伟光很器重了 给了很多的演出机会 也让我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个人 朋友们 你们喜欢高伟光吗 欢迎发表你们的看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